南投家福中心日行在水里国小举办秋季讲述学金发放活动 主办单位表示 这次除了发放八百多万的讲述学金外 对象也南瓜 国小 国中 高中大传的学生 可以获得这样的奖项 我们就是在全县三个地方 埔里 水里 以及南投 我们进行我们的讲述学金的颁发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改为是不是用典礼的方式 而是用活动的方式 那我们真的是很谢谢社会大众对南投家福的支持 我们今年秋季讲述学金 我们总共发出了八百五十六万的述学金 包括国小 国中 高中 以及到大专的学生 我们总共发出可以有一千三百多个孩子 是得到这样的一个述学的奖项 水里国小校长徐秀勋指出 学校提供场地让学生来这里学习 希望透过这样的合作不但能够让学生们有良好的场所 可以能够学习 也期望学生们能够有美好的未来 非常开心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呢 就是为家福的孩子 尽一点点小小的心意 学校呢提供这样的场地 让大伙儿来这边学习 那那个 我们其实水里国小 我刚到没有很久 但这边也有一些是家福的孩子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合作 让这群孩子的未来可以更好 南投家福中心水里区主委 新议员陈淑慧也到场共襄盛举 陈议员指出 除了发放奖助学金外 也特别办理奖座活动 来让孩子们对于媒体有相关的认识 并也勉励学生们要好好地努力 活动不只是说 花旺奖助学金 今天还设计了一个 一日饮的一个活动 就是认识美的活动 那现今网络非常的盛行 网络也非常方便 但是往往 网络也是一个制造很多 疑问的一个媒介的东西 所以设计的这个活动 就是要让所有家福的小朋友 怎么来去认识网络上的一个权利 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再一次感谢我们家福中心 在今年的秋季的奖助学金里面 总共花放了850万 这次家福中心 共发放800多万的奖助学金 对象从国小到大专都有 南投家福中心税理居主委 新议员陈淑慧肯定家福中心的用心 也勉励学生要好好努力 未来有成就要懂得回馈社会 记者邱平易学理采访报导